Hey everybody,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Ellen 我是木木 Hello,Ellen 木木看样子,你今天很开心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只是突然想起土豆君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也曾经把这句话写到过早安英文的小尾巴里面 所以说土豆到底说了什么呢 他有一天啊,一本正经的跟我讲 我觉得粉色的鞋子也挺好看的耶 你知道粉色是什么颜色吗 粉色他是说的,粉色吗 这个普通话我真的是给贵了 So I laughed incredibly hard Yesterday I almost died 木木老师要笑死在录音间里了 不用管他我们先说说木木刚才提到这个句子 好,我笑完了,让我来讲吧 首先呢这个incredible 这个词很好用 时不时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加深一下自己的语气 比如说,you are incredible 你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其实啊,要想加深语气直接在结尾加上这么一句话 I almost died 就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比如说,I was incredibly full last night I almost died 昨晚吃太多,我简直就要撑死了 Alan,你怎么会有吃撑的时候啊,你胃口这么大 不过呢,Alan刚刚用到的这个句子还是很赞的 当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特别的撑,特别的饱的时候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说一句 小一根红肠一份凉菜还不够 还有一份饱仔饭,是吧 所以说当我吃得很饱的时候 I am extremely happy 我就特别开心和满足像小宝宝一样 哦,Alan还是很容易满足的呢 所以当大家特别开心的时候啊 就不要再说什么 I am very happy 我们可以用extremely 取代very 直接说 I am extremely happy 如果大家极度难过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这样一个词 I am extremely sad 我太难过了 嗯,我还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 extremely happy 非常的开心 You're absolutely right 木木你说的非常的对 Absolutely其实也是加深语气的一个形容词 它表示绝对的 当你很赞同一个人讲的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你说的太对了吧 今天呢,Alan和木木老师聊聊聊 加深语气的一些实用英文表达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早上坐车呀 刚上车发现 哎呀,没带现金 然后你就被赶下车了是吧 没有,在我即将被赶下车的一瞬间 一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帮我投了两块钱 木木还是一个lucky dog 还是一个幸运儿是吧 是呗 I thank him an awful lot 我真是特别的感谢他 就他伸手的那一瞬间 感觉他整个人都在发光耶 闪到你的太和金狗眼了 所以啊 我们在发自内心的 想要感谢某个人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 I thank him an awful lot 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他 我听出来了 真的很忠心的感谢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词 这个awful在这里 它并不是指的恐怖的 它是表示的程度之深 就像艾伦刚刚的语气一样 比如说 I ate an awful lot 我吃的那可真叫一个多 那可不是一般的多 一份饭一份蒸饺 一份凉菜 一个宝仔 然后再加一份黄焖牛 有件事情我想想就生气 什么事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好不好 好残忍啊你 我在魔宝买了个书桌 结果这书桌少了个腿 听你这么一说 怎么感觉有点肾的黄 不过这个卖家确实有点粗心 He's completely retarded 真的是太白痴 太粗心了吧 给个差评 木木刚才吐槽的这个句子里面 retard做一个名词呢 他的意思就是白痴 当你想要加深自己语气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completely这样一个词 比如说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今天Ella和木木老师聊的话题 是如何在你的英文中 加上那么一点料 加深你的语气表达呢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看你学会了吗 No.1 I laughed incredibly hard last night I almost died 我昨晚差点没笑死 No.2 I thanked him an awful lot 我真是特别感谢他呀 No.3 He is completely retarded 他真是太白痴 太粗心了吧 No.4 I am extremely happy 我太开心了 No.5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你说的特别的对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阿龙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next time